坐这边 坐这边 来 在这里坐一下 医生说 要多多晒晒太阳 太阳了 快下山了 坐到这里都坐了半天 我还以为你在找啥呢 从我那个兴奋到失落 然后又到伤心 几个环节下来 这几天我是沉浸了酸甜苦辣 你这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对 呼上呼下 是啊 刚开始是说 因为你怀孕 把我高兴了 后面才知道 原来医生说他没怀孕 把我失落的 后面再问 医生才说 他是感冒了 就想问一下你家是啥感冒啊 跟怀孕一个德性啊 那我从六百多公里的地方 一夜之间赶回来 你回来不是觉得我生病了吗 只是因为敌人怀孕了 我 听妈妈说还以为说你怀孕了 你只是听说 那我还能厌死啊 你应该等我这边确定了 我们再回来 现在你那个感冒是怎么感冒的 感冒啊 这话说来话长 那就别说 你多长啊 很长很长 他说来听 上个礼拜的星期天 我以为我的病好了 然后我没有注意 就跟朋友去逛街 嗯 然后看到一件好看好看的衣服 嗯 然后就就得把衣服全部脱掉再换 结果就穿了一件衣服在那里 估计大概两到三分钟 然后本来还想拍照 结果吃的很冷 后面还试了好几件衣服 就那天 我就感冒了 这是高手 衣服的错 还洗了个澡 销毁证据是吧 长城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是吧 有时候该注意身体 还是要注意身体 现在我会保养 会调整好身体的 不要动不动 你说零下几度的天 你跑去买衣服 还在那里走模特步 你不感冒你才怪 你要不要再展示一下 5块5 乖那店没空调 啊 那店没空调关人家啥事啊 那你自己试衣服 把衣服都脱得金光 管人家店里没空调 还走的猫不好看吗 好看 要不再走一下试衣 来 现在不要你脱衣 我现在走也看不出来啊 那就要穿少一点 然后才看得出来 哎呦妈呀 女人啊 女人 你不懂时髦 我哪懂啥时髦啊 我懂得时髦的话 我也就像你一样了 一边吐 一边说哎呀我感冒了 这你别笑 我是尽量能穿厚一点就穿厚一点 穿厚一点 就老了年纪大了 遇到啥东西 一下子就生病了 你又别像个环花大闺女似的 穿那么傻 你又不心疼你自己 你也得心疼我啊 哎呦你吗 哈哈哈哈 一口气开车开回来 不是因为怀孕 不是因为我 也是因为你啊 不然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回来 你看完笑了 这老公啊 没谁了 谁要谁给谁去 我跟你说一杀手 那就没了吧 哈哈哈哈 像我这种活蹦乱跳的 只要你一杀手 分分钟钟到里边光棍 连不到现在这啥社会 真的是 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啊 说归说笑归笑 对于 咱们这种 年纪啊 尤其是你生了两胎的 更应该要好好保护身体 你知道吧 不要去 都不论像小年轻那样 整个脱衣服 剪衣服 现在是身体这么差 会几天我带你 到哪个中医的地方 给你拿点药去补一补 补补身体 以后我知道怎么跳啊 咱们房间里面那个空调 开着空调 开着空调来跳舞 为了娱乐跳着舞 你是赚了多少钱啊 咱家的条件你还不知道啊 开着空调 跳着舞为了娱乐 跳着舞 你 哎呀 跳舞不是娱乐 那啥 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 我我还不够精神啊 如果我是快精神 在你旁边的话 还不够精神啊 我这样子在精神下去都够垫着神经了 你知道吧 好想的 跟你落课那是消遣 跟我落课叫消遣 那跳舞那叫精神 跳舞那是精神上的需要 拉到舞啊 我没跳舞我一样够够精神的 不过就是能够有 能够有人的爱好 咱不能就剥夺你的爱好 哎 这话我爱听 好了 家伦们啊 这视频啊 实在是没法拍下去 它也就是这样 感冒 天气冷意 大家都注意保暖 不能像我家小可爱这样 一下子就感冒了 还想走秀 明下几度的天 在户外走秀 不不不不是户外 不不不 你说错了不 纠正一下 室内 行下几度的别 在室内不开空调 在那走秀 千分不要学到这样子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跟大家 先分享到这里了 到时候可能我又要返回到外地去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